今天做了每年过年都要做的虾枣 也是我家老牛最爱吃的油炸了 这些就是虾枣要用的主要食材 先将马蹄切碎或者切丝 我是用切菜机切成细丝 这个切细丝、粗丝、切片都可以,特方便 切碎之后,加屏幕上的其他材料拌匀 可以用手搅拌上劲,上劲之后口感会更好 最后再加葱花拌均匀 再将拌好的肉末平铺在豆腐皮上面 然后卷成长条,再剪下多余的豆腐皮 卷好的长条再剪成每个大概两厘米左右的小段 看一下一次做了这么多,可以吃很长时间的 然后油温八成了下锅炸 这个油温比较高,而且全程都是中大火 所以炸起来比较快 颜色炸到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看一下上面鼓满了小泡泡,特香 炸好的虾枣可以马上吃到外皮酥脆 然后里面的馅料是又鲜又香 一口咬下去还有马蹄脆脆的口感,特好吃 平常可以烧汤炖菜又鲜又香